我是本次印度尼西亚语的讲师 Naga老师 好的 让我们学习本节印语 Baz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语 这是第三个 Blajaran Gotika 第三个学习内容就是 Chart-in Chart-in 办理登机手续 这是机场的柜台 拥有我们办理登机手续 这就是美丽的印尼 印尼的海滩非常的漂亮 干净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起在机场这里办理登机手续 Marila Gita Chayindipandara Marila就是样 后面再一个La 这个小品质就是样 它表示一种维吻语气 Gita 就是我们 Chart-in 就是办理登机手续的意思 Di 就是在 Bandara 就是机场 Marila Gita Chayindipandara 就是让我们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意思 好 让我们一起飞去天岛之国享受那阳光的沙滩 好 先来学习本节的单词 生词 生词 Gosakata 另一个 Hello 您好 Hello这个词它其实就是英语过来的 它是外来这词 直接说Hello Hello它就有两个音的组成 一个是ha 一个slow Hello就是您好的意思 看到第二个单词 Hari in me Hari in me 就是今天意思 Hari就是 天 你看说今天明天后天 都适用这个单词Hari In me In me就是这 这天 这天那就可以理解像是今天 Hari in me 一个定语后字的结构啊 就今天的意思 第三个单词 Sakaran Sakaran 现在意思 Sakaran这个单词它就有 有三个音节组成一个是Sakaran 一个是Sakaran 一个是Sakaran Sakaran 上面这一个单词 Check in Check in 办理登机手续 Check in它这个也是外来词 从英语过来的 Check 就是检查查的意思嘛 Check in 结合起来就是办理登机手续的意思 在上面这个单词 蹲住杠 Check in 蹲住杠 这是出事的意思 它这个单词呢就有三个音节组成一个是蹲 也是竹 一个是杠 这是出事的意思 在上面这个单词 Passport 护照 Passport 它有两个音节组成一个是Pass 一个是Board Board 后面这个L这个参音一定要发出来 Passport 护照 再看到上面这单词 Deget Deget的Spell的意思 它有两个音节出现一个是De 一个是Get Spell的意思 还有看到上面这单词 然是合理词 它就一个音节了 然是合理词 还有上面这单词 Lehab Lehab 就是看理词 他有两个音节出现一个是Li 还有一个是Hub 当这个Hub 后面他有一个尾音是De 这个De的时候我上一课讲过啊 这个De在后面做尾音的时候 这时间到最后一定要顶住上下词之间 就可以了 Lehab Lehab Ska的意思 好 继续学习单词 第一个 Brap 它是多少的意思 Brap 比方说我们问 多少个人啊 多少钱啊 还有 多少楼啊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Brap Brap 这个词它就有三个音节出现 一个是B 一个是Ra 一个是B 再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Bagasi Bagasi 它是行李的意思 它有三个音节出现 一个是B 一个是Ga 一个是C 在下面这个单词 Handak 它是想的意思 它有两个音节出现 一个是Hand 一个是Dak 它跟上一块学习那个猫 它是同意思 都是想希望的意思 再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Copper Copper 它就是箱子的意思 它有两个音节出现 一个是Go 一个是Bert 后面这个参音 Bert 这个参音 一定是要发出来 GoBert 它是箱子的意思 再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Bawa Bawa 它是带 拿的意思 它也是有两个音节出现 一个是Bawa 一个是Wa Bawa Bawa就是 代 拿的意思 再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D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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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它就有两个音节出现 一个是Daru 一个是Ru 注意后面 它也是有一个尾音 Ha 当这个Ha 在尾音的时候 我们就只需要送去就可以 Daru Daru 送去就可以 它是放的意思 比方说我们放什么东西 放一本书在桌子上 放一本字典 在电脑台上 也都可以用这个词 包括放行李 其他的 都可以这样说 上面这单词 这个单词 Dim Bangang Dim Bangang 它是称的意思 它这个单词 就有三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Dim 一个是Bang 一个是Nang Dim 就前面这三个字母 Bang 就是第四个 到第七个字母 一个四个字母 Bang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 N这个音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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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N Ga 这个音 在这里面的时候 它就成为一个音 它就作为前面这个音节的后音 它也会作为后面的这个音节的起音 Bang 它是一个音 后面这个N跟G N N Ga 它也是作为后面这个RN 一个后 这个音节 这个起音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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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子的 它就要三个音节组成 它是称的意思 我们平时说的那个称两气啊 就是这一个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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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称的意思 好 上面这是一个短语 Satu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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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接一个的意思 Satu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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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Satubr Satu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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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两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La 一个是Gi Satu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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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学习大词 是Bor Bor Bor 它就有一个音节组成 它是美的意思 上面这个大词 是Bor Dama 是利益的意思 它是由三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Bor 一个是Dama 一个是Ma Bor Dama 它是利益的意思 看他上面这个单词 第二个都啊 哥都啊 哥都啊 他就有两个人 一个是哥 一个是 他这个词呢 他前面呢 家里一个哥啊 前面是前缀哥 啊 卢啊 他是 二的意思 他是这个 基数词啊 卢啊 他是一个基数词 那么在这个哥之后啊 他就变成一个叙述词 哥都啊 他就是第二的意思 好 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哥布拉端 这是超重意思 他就有四个音节主乍 一个是哥 一个是B 一个是R 一个是端 超重的意思 看他上面这个单词 付款 牌牌 牌牌 这个词就有两个音节主乍 一个是巴 一个是YAD 付款的意思 在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sirlicate sirlicate是一点点的意思 sirlicate sirlicate就是一点点 sir它本来就有那个e的意思 sirlicate就是点点的一点点 它就有三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sir 一个是sir 一个是kid sirlicate 同样是它sir在后面做尾音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舌尖 它最后顶住上下尺就可以了 好 随着上面这个单词 undud undud 它是为了的意思 它是表示一种目的 比方说你今天出国是为了什么 我去做生意 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undud 它是有两个音节组成 undud undud 它是为了的意思 好 在学习最后这一部分单词 numbangdanya numbangdanya 它就请问的意思 它是一个短语 numb 它有两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numb 后面这个bam numbang 就是请 就是有礼貌 那种wun danya 就是wun 提wun的意思 danya 它有两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da 一个是nya 它就是这个意思 wun numbangdanya 就是请问的意思 cursi 坐外 它是有两个音节组成 cursi cursi 就是坐外 意思 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cundera cundera 就是窗的意思 它有三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cundera 一个是de 一个是la 它有三个音节组成 cundera 窗 看到上面这一个单词 cundera 它是bam的意思 cundera 就是说 这个bam 它就是说 比方说 嗯 爸爸在哪里啊 他在那边 也可以用这个词 比方说我们的车停在哪里啊 停在左边 cundera 也可以这么说 它是汉语里面的这一个意思 那么这一个单词 它就有三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sr 一个是b 一个是la 三个音节组成 这是边的意思 看到上面这个单词 lorong lorong 它是过道的意思 它就是指 比较小的那种过道啊 比方说我们飞机里面那种过道啊 它就比较小 然后 我们 做那个汽车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 窄像啊 都可以用这个词 lorong 它是过道的意思 它有两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loro 一个是rom lorong 过道的意思 上面这个词 bermandangam bermandangam 它是风景的意思 那么这个词啊 这有四个音节组成 一个是ber 一个是man 一个是dang 一个是ngam 它是bermandangam dangangam 注意后面这两个音节 dang 它是一个音节 后面呢 ngan 它也是音节 dang ngam 所以连起来就有四个音节 bermandangam 它就是风景的意思 上面这个词啊 直接就是英语啊 bollingka bollingka 等级牌 因为印语人啊 它英语水平啊 也还不错 预传交流啊 也还可以 所以它就用这个直接英语的话 它就显得比较时尚一点啊 比较fashion一点 所以bollingka 就是等级牌的意思 看到上面这词 sambai girmulagi sambai girmulagi 就再见 意思 sambai 就是直到达到的意思 girmulagi 就是见面 lagi 就是又 直到又见面 那就是再见的意思 再一次见面的意思 看到最后这个一个 它是上面这一个单词的回复语 sambai jumbai 它是再见的意思 jumbai 也是见面的意思 sambai jumbai 直到见面 可以理解成再见的意思 好 我们学习本节的经典对话 bukkawai 他就一般指那个公务员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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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我已经订了今天银行的机票 现在我想办理登机手续 哈喽 叫您好 Saya 我 Suda 已经 Bersandiquette 订票 订了什么票啊 后面就有修饰了 Garuda Garuda 就银行 Holly Inni 是今天 我已经订了今天银行的机票 是这样 Sekaran Sekaran 是现在的意思 Saya 我 Mao 就是想 Chak in 就是办理登机手续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 现在我想办理登机手续 好 我来 重复这一个对话 Hello Hello Saya Suda Bersandiquette Garuda Holly Inni Sekaran Saya 我们o Chak in 好 二十八人就说了 OK Sida kan Donjukan Passport Danti Kenwood dulu 那执办员 他就说 好了 请你先出事你的护照跟机票 Sida kan 就是请的意思 Donjukan 就是出事 Passport 是护照的意思 答案就是和 以及的意思 Niket就是票 后面加了一个木 他就加了一个后缀木 他就表示你的 Niket木 他就是你的意思 Lulu就是先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请先出事你的护照和机票 Sani 他就回答说 OK Inni Passport 他就说好的 这是我的护照和机票 请看 Inni就是 这是 这 Passport 就是护照 Danti Kenwood Danti Kenwood 我的票 Sida kan Danti Kenwood 请看 Danti Kenwood Danti Kenwood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 好的 这是我的护照和机票 请看 我先重复一遍这里的对话 OK Sida kan Danti Kenwood Danti Kenwood Danti Kenwood OK Inni Passport Danti Kenwood Sida kan Danti Kenwood 好 那接下来 值班员就说了 Ada Braba Bagasi Yang Handa Di Jain 他就说 有多少个行李要托运呢 Ada 是有的意思 Bagba 是多少 Bagasi 就是行李 Yang 就是 The Handa 就是想 希望 Di Jain 它是那个行李 它是被 托运 所以Di Jain 它在前面加了一个Di 就表示一个被动语态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 有多少个行李要托运呢 它是这个意思 然后成个Sani就说 Ada Dua Kobot Dats Yang Ni Saya Bagba Aza 他就说 有两个箱 这个包我拿吧 他就不用托运这个包 Ada 是有 Dua Kobot 两个箱 他说 数量时候 跟我们汉语中的是一样 它是顺序 Dua 它是两个 Kobot 它是箱 Dua Kobot 就是两个箱的意思 Dats Inni Dats Bagba Inni 这个 这个包 Wo Saya Bagba 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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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拿吧 这个包 我拿吧 好 我来重复一遍这里的对话 Ada Bagba Bagasia Hendani Jain Ada Dua Kobot Dats Inni Saya Bagba Aza Nah Cobot Bagba Nah Cobot Sillakan Anda Taruk Kobot Muka Dem Baggan Sado Baggan Sado Cobot 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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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lakan 就是请 Anda 就是您 Daru 就是放 Cobot 就是箱子 后面加了一个木 Cobot Mu 它就表示您 您的 Cobot Mu 就是您的箱子 K 就是 表示一个方向 K 表示一个方向 Dimba Nah 就是秤 把你的箱放在秤上 Sado Sado 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是 请您把你的箱子 放在秤上 一个接着一个 整个Sani 就回答说 OK 他就说好的 Sani Lagi Daru Cobot Cobot Sani Lagi 就是正在 它表示一种正在进行词 正在的意思 Daru 就是放 Cobot 箱子 Cobot 表示方向 Cobot Cobot 是秤子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 Sani 你正在放箱子到上上 那是这样的意味 好 那么放在上上之后 那这个之监 又能说了 Halo Tiketmu GlasBusiness 30kg Berolang Tabih Cobot Bernama Anda 16kg Cobot Kedua 15kg Jadi Totaunya 31kg Sulah Gbeladan 1kg Anda Mau Ambil Sedikit Keluar Atau Bayar Unduk Kelebihan 1kg 50元 执办员 执办员就跟他说 Hello 你好 Tiketmu GlasBusiness 你的票是商务长的 就是说 30kg 你的票是 最大的这一个 托运量 30kg 所以就是 三十千克 每个人 Tabih Tabih 它就是 Dam Dam 是意思 它是表示 转折 Tabih Cobot Ber Damma Anda Enam Blas Kilo 它就是 但是 你的第一个箱 是十六千克 它是这个原因 Cobot Kedua 就是 第二个箱 第二个箱 多重呢 Dima Blas Kilo 是十五千克 所以 总共 就是 三十一千克 所以 就是 所以 特大 就是 英语过来 所以 总共 就是 三十一千克 Diqa Blas Kilo 所以 就 已经超重了 一公斤 Suda Cobot 1 Kilo Suda 是 Cobot 超重 超重 多少 一公斤 一千克 那么 他接下来就问 Anda Mau Ambil Sedikit Kilo 你是想拿一点出来呢 Nin Ambil 就是 拿 Mau 希望 Sedikit 一点点 K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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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出来 你是想拿一点出来呢 Atau 还是 Baya Kunduk Kilo Bian 还是 想 Fu 超 个部分 那一款呢 就是 这个意思 Sadu Bilo Dima Blu Yen 他就说 一千克 是五十块钱 那么 Sani 他就说 好的 我想付款 这就是五十块钱 他说 OK Saya Mau Baya Nah Ini Lima Blu Yen 我想付款 这是五十块钱 好 我来重复 以下这里的对话 Hello Diken Mu Glas Business Dika Blu Kilo Business 150 Yen OK 林 Yen Nah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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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执班员就跟他说 执班员就说好了 那么 请问 你是希望要靠窗的位置呢还是要靠过道的位置呢 是靠窗的位置 座位 是窗 也是一个定语后制的结构 或者 座位 是座位 是在 是边 它是一个过道的意思 是在过道 座位 是座位 所以就是在过道的 座位 所以这句话就是请问你想要靠窗的座位呢还是想要过道的位置 那承过三一就说 他就说 他就说我想要靠窗的位置想看外面的风景 saya 我 希望想 靠窗的位置 不 不 他就是显得比较口语的 他其实可以用前面那个 是外语的意思吗 就是比较口语 就显得比较正式一点 所以这里面对话 就用这一个口语坏一点 它是表示一种目的 有什么目的啊 想看外面的风景 看外面的风景 在外面 在外面 所以就是想看外面的风景 好 我来重复记在这里的对话 他就说 OK 中方anya 那他要买口语的 有些口语的 有些口语的 我买口语的 就要买口语的 我买口语的 你买口语的 可以看外面的 可以看外面的 要自帮助 他就给等级排他了 OK 你不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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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好的 这个就是你的登机牌 Polinka登机牌 Anda就是你 Masuk 从什么地方进去啊 Dali就是从 Window就是门 101 从101号我们进去 Cursi 就是座位 Cursiña就是那个 那个 飞机的座位啊 它是DKA 座位 好那接下来Sani 他就回答说 OK Tali Makassi Banya Sambai Kermulagi 他就说 好了 非常感谢您 再见 OK就是好的 Tali Makassi 感谢 Banya 就是很多啊 多的意思 所以Tali Makassi Banya 就是非常感谢的意思 Sambai Kermulagi 它就再见的意思 好那 到最后啊 值班员 他也说 OK Sam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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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ba OK就是好的 Sambai Sambai 就是不客气 Sambai Jumba 是再见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一节的语法点 在本节里面啊 出现了这个DK目 它本来这个DK是配合的意思 但是它后面加了一个木 这个木呢 它就是后缀 它在名字的后面呢 就表示您的 它是表示你的属于所有物 是属于你的 这个 那么在这一句话中 DK目就是属你的机票的意思 比方说 Buku Mu 在书啊 这个Buku这个单词后面加了一个木 就是您的书的意思 Buku就是书 Mu就是您 所以Buku Mu 就是您的书的意思 还有看到这个 这本节中还有出现了这个DKM这个东西 本来KM呢 它就是把你登记手续意思 但是它在前面加了一个鲤 鲤 它就是表示一个被动语态 它表示这个对象啊 就表示似乎的这个对象啊 这个被动的这一个状态 因为两个箱子 它是把你拖运嘛 那两个箱子 它是被 是被人拖运 被人 被这个值班员拖运嘛 所以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在印尼语中啊 被动语态 它通常都在前面在一个D 比方说 Surat Likirim Surat是心 Likirim 就是被记的意思 Girim就是记 Likirim就是被记 那么在本节中还出现 用这个歌Bratan这个词 本来呢 它这个词的词杆呢 就是Brat Brat它是重的意思 但是它拦了前缺歌 后面还加了一个后缺暗 那么就是表示一个遭受的语态 它本来行李是这么多的 但是它多了一公斤 那它就表示一个遭受的语态 表示超重 Brat 比方说 Ger hujanam Hujan 它就是语的意思 它前面加了一个歌 后面又加了一个暗 它就是被语连的意思 是这样的 好的 那本节就上到这里 得里吗 感谢什么啊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